OK 這一集我們來講敷彈 我這隻敷麻剛剛剛剛生了 然後這一顆就是我們叫Slug 它是不受精的一個彈 所以受精的彈就被它捆住 我覺得應該是全部受精 那一陣子就要用電筒來煮 它現在是處於一個很防備的狀態 但我不肯定它是否生光了 所以我決定明早早的時候 我才開它來撿掉那些彈 給它一晚的時間 通常一晚的時間 它就會全部撈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讓它冷靜 拭目以待 OK 晚安 OK 現在就是第二天的早上 好了 我們來看看它的狀況 好慢 羽毛以外應該是已經生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它拿出來 才可以拿好彈 Let's do it OK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挖出來 因為它此刻的一個情緒 是 它會很兇的 因為冒性 它們要保護那個彈 所以我就可以 習慣先用這個勾 來頂住的頭 才把它拿出來 事不宜遲我們開始 先等著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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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這些全部呢 除了這一顆 我不敢肯定之外 因為基本上這四顆 應該都是 鹹家產的 這一顆呢 我就會用電筒來照一下 先的 我們來看看 OK 我們現在呢 就要用手電筒來照一下 看看它有沒有仇精 如果有仇精 它就會有這個 好像血絲 在它裡面 如果沒有仇精 是完全白色的 OK 見證奇蹟的時刻 到了 是沒有仇精的 混蛋 OK 其實都不需要灰心的 因為 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是 亦都不可以說是正常的 是 你繁殖這些球網的時候呢 你很自然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 因為 這一條 Puma 去年又給了我 六顆好的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年呢 一顆都不成功 所以 我都會去做一下研究 看看究竟是什麼問題 導致它 生了這些全部 這些 好了 本來這一集呢 就是要 分享給你們 看我們怎樣 敷蛋的 怎樣把蛋放在 敷化箱裡面 敷的 但是由於 全部蛋都全軍覆沒 所以 那 下一集 希望 我的GHI 爭氣點 就可以 給你們看 敷蛋的過程 REST IN PEACE REST IN PEACE 爭氣點 下一個就是你的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拜拜 比你更快 真的 發